为了推动同心协力防范儿少性剥削宣导 新北市中小学家长协会 特别邀请财团法人海山教育基金会 新北市教师会 新北市庄敬高职 在三峡安息国中办理宣导活动 由庄敬高职表演艺术科师生 带来虚语 不要告诉别人的戏剧演出方式呈现 剧情是儿少因为认同自我价值的需求 以及对爱情的好奇和渴望 因而遭到不法人士的诱骗剥削 真实反映了现实生活 新北市社会局主秘乌书芳表示 随着网路和山西产品的普及 儿少遭受到数位性别暴力的危机相对提高 透过教育宣导 才能让学生们懂得自我保护 演出当天新北市医员宁明人 宏家军到场关系 提醒家长们一定要关心孩子们的手机 以及网路的使用情况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玩电脑玩手机非常的方便 在网路上很多学生或是很多幼童 因为他不知道不了解自己隐私的保护问题 所以会因为在网路上的交往被诱惑或是说被胁迫 把自己的隐私照片传出去 妨碍到小朋友的一个安全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办这个 让小朋友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透过这种行动剧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孩子如何保护自己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然后又用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让孩子们 就是我们这些国中生们的学者 用比较自然而然的方式 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去了解这个议题 它背后的一个原因 进而希望可以形成它一个自我的一个保护能力 新北市中小学家长协会理事长梁子旭 也感谢安息国中提供场地 也提醒大家要防范网路性剥削 要记得三部一要的口诀 不拍摄 不留存 不分享 也要截图报案 很多的同学都会说 我今天上了这一堂课了以后 真的 我怎么把我的相片给别人 我怎么去留存别人的相片 那我们现在教他们 不拍摄 不分享 不留存 三部一要 要 要什么 要截图 我想说透过教育的一个体系 我们直接要做入校的宣导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110年度里面 我们继续参办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的同学们了解怎么保护自己 有鉴于近三年来 儿少性剥削案件逐年升高 就连小学生都难以信免 包含学校社区家长和政府还有警方 都应该共同关心和防治 一起守护儿少的身心安全 记者沈金华三峡报道 好 好 谢谢大家